Hello,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呢,来和大家聊一聊 这支腾龙2875镜头的画质 这是一个体验向的分享啊 一个长期使用报告 因为我用这支镜头已经接近8个月了 同时呢,这也不是一个横向的比较视频 因为这也不是新品 很多的博主呢,都已经做过了和市面上各种类似镜头的比较 在这里呢,我想更多的分享给大家的呢 是这支镜头在一个实际真实的旅拍环境中 它的画质表现究竟怎么样 我们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如果是在摄影室彭拍的情况下 画质是非常优秀的 在这里我更感兴趣和大家聊的呢 是一个不受我们控制的自然光条件下 有时间限制的旅拍 这支镜头能够带来什么样的画质表现 那么我们来看第一张呢 这是拍一个小姐姐人像 我先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人在整张圆画幅中的大小 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在法国东部阿尔萨斯省的一个小村子旅行的时候 这实际上是大中午啊 我随时在街头拍的这么一张 大家可以看 放大来看的话 我觉得作为人像 它的清晰度是非常够看的 也就是说即便在很仓促的旅拍情况下 这支镜头的锐度是可以满足鼠毛档呢 这里大家看一下这支镜头的虚化 在28毫米端还是比较弱的 毕竟它是相当广角了 这里 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呃 胶外的部分呢 并不是特别的让人觉得不舒服 或者说非常的杂乱 它还是一个非常柔的这种虚化 呃 而且这里这个亮点呢 也几乎是相当的圆形 并没有出现橄榄球形 当然了呃 再往边上会有 大家会看会有一定的这个洋葱圈出现 呃 这支镜头呢 在胶外的洋葱圈呢 是一个不可规避的这么个现象 如果你特别不喜欢呢 呃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 呃 我自己呢还好 就是说只要不是特别多 特别糟糕的情况下 我觉得还好 那么再来看一个抓拍 给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的原始大小 好是这样一个大小 然后呢 我实际上是离他们很远的 这张照片是在75毫米端拍的 可能我离他们得有15米吧 15到20米 那我们放大之后看小男孩的脸部特征 我觉得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在我看来能把人脸还原到这个程度 它的锐度是相当优秀的 作为一个这个价位的镜头 所以如果是有对这个镜头锐度有疑惑的同学 而且你的主要的拍摄呢 是扫街的话 我觉得嗯 你大可不必为他的画质来担心 而你更要嗯 去思考的是他的这个 尤其是你扫街的话 嗯是他的这个自动对焦 是否能够让你满意 我建议呢是去借一个或者租一个过来呃 自己尝试一周 你就你就能有更好的判定 再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呢 是我想让大家看一下 呃这个镜头它的光学素质 呃因为呃毕竟我们来看一个镜头的成像 不是仅仅看锐度的 呃也要看它的光学素质 以及是否有这个颜色实针 呃就是chromatic vibration 那么我有幸的拍到了这一张 在强烈阳光下的蜘蛛网 我觉得这样的物体呢是一个非常难以光学完美还原的这么一个东西 呃那么我放大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个蜘蛛网的细节 以及光线在网上的散射呃都完美的表现了出来 嗯你说有没有一点点的色差可能这里啊 嗯它出现了这一点的色差 但是整理上比如说呃这里也也实际上也算郊外了出现了这样 那么在焦点里就是这一块 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这里也很好 嗯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设备呢 也不妨试试这个拍摄主题啊 在阳光下的呃这么一个半透明的猪网蜘蛛死 呃我觉得成像难度还是挺高的 这里我也是给腾龙2875的光学素质点个赞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吧 这是我们登山在半山腰的时候拍摄我们当时在的一个小村子 呃这里呢我只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它的所有细节还原55毫米 端我当时离村子还是挺远的 几乎没有裁切啊这张照片 就上下裁掉了一点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个画幅的细节还原 呃我觉得放大到这是400%了吧 你看村子里建筑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屋顶的瓦片 它的细节还原度 我觉得是非常的优异 那么看到这里呢可能还是觉得不够清晰 它到底强在什么地方 那么最后我再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你又应该能够明确的自己判断出来嗯这只镜头它的这个成像锐度 嗯这是我们在登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在当地的山里啊有一个人在这么野外叼了一只呃我看来是狐狸呃我朋友说是狗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创作 然后我当时离这个物体的距离大概是在20到30米之间 然后这是有一定的这个裁器嗯 那么我来现在来放大 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木雕它表面的细节还原 可以看到这里不光还原出来它的雕刀的细节还还原出来它自然木纹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只镜头呢在真实的实用环境下它的锐度细节表现力也是非常的一流 嗯所以说对画质有疑问的同学呢大可 嗯打消这个顾虑 嗯不过有一点啊比如说像这一张很多元素很杂乱的照片呢是纯粹手动对焦拍出来的 嗯自动对焦的话这个镜头佩索尼其三机身在这样的环境里应该是不知道把焦点锁定在哪里 这个我在前面的视频里已经提到过了这个镜头的自动对焦还是有待提高 但是画质呢呃我自己给九分好了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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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